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有风骨 非常地清俊 比如说 捐躯赴国难 誓死忽如归 这个才高八斗这个词呢 首先就是用来说曹植的 它代表着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 我的天啊 太厉害了 今天呢 为大家准备了 一些茶水和小零食 你们前面那个是张飞牛肉 非常有名 尝尝很好吃 这为什么叫张飞牛肉啊 因为它外表特征非常像张飞 面色 发墨 内心 洪亮 这个是我们在抖音上搜索买的 在抖音可以搜索很多好吃的 我们追剧的零食啊 坚果啊 喝的饮料啊 都可以在抖音搜索得到 你还可以通过搜索商品 搜店铺 搜直播 搜活动 在抖音搜索里面 找到特别多的优价好物 对 你看现在只要上抖音搜索 百亿补贴大牌好物五折起 五点九元就可以买到 六瓶大牌的饮料 非常划算 等会接着我也去抖音搜搜看 赶紧搜一下 好的 知道襄阳古城 也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诗词小游戏《飞花令》 这个《飞花令》啊 是咱们古人在喝酒行令的时候 玩的一个小游戏 它这个名字呢 是来自于唐代诗人韩红的一句诗 《春城无处不飞花》 这个玩法呀 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 古人呢 比如说我们要飞花这个字 第一个人呢 就要说第一个字为花的诗句 比如说花静不曾圆刻扫 第二个人呢 就要说桃花潭水神千尺 然后就依此类推 然后古人呢 他们假如是飞的时候没有接上来 或者是接错的话呢 还需要罚酒一杯 不会吧 我们要这么难吗 好 我们不用这么难 这是古人的玩法 对 我们就体验一轮 就一个字啊 月亮的月 我们春游家族一对 老师一个人一对 一杯六 看我们谁能赢 这姑且算是我的主场嘛 所以呢 就我一个人 来 点凶 那我先来一句诗丁的 七月流活 九月寿衣 厉害了 来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对 对 对 好 七月在野 八月在雨 九月在户 三十功名 沉于土 发现礼鹿云和月 厉害 厉害 满江红 江流婉转 绕方殿 月照花灵 皆四见 月上柳烧头 人曰黄昏后 今天有月来几时 我今亭碑一问之 真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古人惊人 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你来一个 鸟肃驰边树 僧敲月下门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好帅 好帅 真厉害 财富的车 老师可以介绍一下你那首诗的出处 这首诗呢 出自于诗经的冰封七月 讲的是古代的劳动人民 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竭力 就是到了十月 蟋蟀就会因为怕冷 会躲进我们家的床下面 这诗词 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是 主公 人有悲欢离合 都唱出来了 哥 月有阴情缘 缺 好诗 好诗 惊人不见古时月 惊月曾经照古人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江天一色无仙尘 小脚空中孤月轮 我割月盘徊 我无影零恶 所以 人攀明月不可得 月行却与人相随 某年某月某一天 恰似一张破碎的脸 这不行 好 来 慧婉雕宫如满月 西北望射天王 情诗酒瓣皆抛我 雪月花时醉意君 人生如梦 一尊还泪江月 春江花招秋月夜 往往取酒还独青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暗小风残月 又是一个冷门的人吗 你生大喝生小 小乔真是太厉害 今宵酒宵 酒醒 今宵酒醒何处 还是一个问句 这个就像你一醒来 在哪儿呀 在哪儿 我啥时候回来的呀 我来一句 林泉明月在 诗酒故人同 这是王博的诗 真厉害 我们背的诗 你能说出我们背的诗的出处吗 应该可以的 那我给你一个难点的 阿姨 明月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七天 我都会说水上观众 我都会说 舒适 我怕把人家为难住了怎么办 很尴尬的 来 点凶 那我再来一句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朝生 不知夕月谁才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雁雁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不月明 路同金叶白 月是故乡明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雨门已准桃花浪 月殿先收贵子香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奈可成明月 看花上酒传 月落无提霜满天 江峰雨火最愁眠 厉害厉害厉害 大嫖祝月归春梦 小勺芬江入夜亭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今夜夫周月 归中只独看 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股相害 心锤平野阔 月永大江流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 哇 好吃 好吃 好 没想到大家能度上这么多 感谢老师啊 飞花令就结束 只是给大家体会一下 好 因为李典除了飞花令之后 听说你还会即兴作诗 要不要考考老师 给老师一个题目 老师即兴作个诗 好啊 好啊 老师那我可要为难你一下 阿姨 你就用海天金标生抽做诗吧 这个有点难度呀 让我先酝酿一下 好 海天金标生抽的特点 就是炒菜吃 点赞吃 都很香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在沈阳玩那个接力做菜的时候 就有些人不会做饭 但是他随便做出来的菜都很好吃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海天金标生抽 我们吃的可香了 对 来 那请老师来做诗吧 海上仙人细思凉 天涯针修一瓶庄 好 鲜美滋味凭谁赏 香飘万里入八方啊 好 好诗好诗 藏头 藏的是海天鲜香 海天鲜香啊 咱们的特征就是又鲜又香 这首诗来不白做 做起来真的比我们强 学点古诗词也挺好的 古诗词真的是用最简洁的语言写出了最好的意见 所以说我说古代人还是很聪明的 你看 举杯妖明月队影成三人的写多好啊 好到吓人 对 是的 其实真正的游戏跟一个典故有关 大家都可能对三国历史比较熟悉 曹丕还在即位之后呢 他害怕自己的弟弟与他争夺皇位 对 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 命令曹植在大殿上给我走七步 七步之内呢以兄弟为主题 即兴做诗一首 但是诗中不能出现兄弟这两个字 相间何在即 做得出啊还则罢了 做不出呢就要痛下杀手 啊 于是呢就这首诗出来了 曹植也不含糊啊 他也是才高八斗脱口而出 主斗持作羹 陆书已为之 齐在府下燃 斗在府中请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态极啊 哎呀 这就是七步成诗的典故 曹丕听完之后呢 也是煽燃了一下 只是把曹植变为安乡后 齐姓作是因为需要很强大的心理素质 和面对危机的冷静判断